活動中心沒有活動中心的時候開始參加了 到後來我跟盧市長講說 應該要蓋活動中心 到現在來這裡我看到這麼好的場地 讓大家有這麼好的表現 感到非常高興 那很多來臉都祝大家要一百公順要橫成萬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人生有時候不一定都會一百公順 那如果遇到一些心裡有一些什麼問題 跟爸爸媽媽講不方便記得 這六年來對你們最好的老師同學 也可以長長回來記得他們對你的好 那記得我們母校在成長過程中 對大家的幫助對大學很好 那記得很多的同學對大家的好 這樣好不好 好 好像都說好沒有說不好 所以大家充滿了懷念感傷的心情 踏出這一步 不過將來我想還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需要大家來一起來努力 在這裡祝大家真的能夠一百公順 那遇到我剛才說過了 遇到什麼問題盡得的話 我們學校老師同學 還有這一個裡面好多的志工朋友 對大家的好 祝大家也祝今天的畢業典禮順利 好感謝大家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邊 我們阿倫國中的校長 陳怡震請向達 阿倫國中的校長 阿倫國中的校長 陳怡震請向達 接下來我們歡迎我們的 福科的張惠遠張校長 來代表國中校長 來為各位同學典禮 謝謝 林校長 各位來賓 各位家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們 今天的畢業典禮 今天的畢業典禮 是你的階段 各位同學 你畫過今天 在你的階段 是好幾十年你的歲月 那你在國小跟國中的基本教育 會決定未來很長遠的人生 那我期望 你從今天開始 就離開了兒童階段 開始懂得 我現在要提醒你了 因為你如果能夠 從現在開始 確實做到 那你 你的父母 會覺得 這一個青少女 是一個好的開始 一個青少女 你國中的學習 有人說 是充滿挑戰 有人說 是一個轉輩 因為 從兒童的盲懂 到了 懂事的青少女 你要開始學習 自我負責 要開始學習 立命志向 在你的眼前 不只是暑假 而更是一個 青春期的起點 起點開始 立定志向 這個志向 這個志向 就如 黎教掌提起大家 要明辨示威的志向 不是錯誤的方向 那再來 就是你要 對著你的志向 你的方向 要踏實努力 因為成果 不會平空掉下 不是輕輕鬆鬆 就有一個眼前的學習 或者是一個甜品的伙食 在你的眼前送給你 你看過NBA的球星 那是多少的努力 才能夠從萬中 有一個成功的球員 沒有努力的 早就在過程中淘汰了 那同學們 你現在聽進去了 你要立定正確的方向 而且付出努力 那麼在你努力的過程中 你會需要有助力 需要有人分享 需要有人協助 那這些人 會是你的好的朋友 記住喔 進墨整黑 進出者是 選對的朋友 才是好的朋友 還有 協助你的 會是你的老師 協助你的 會是你身邊 最親近的家人 你的父母親 你的兄長 他們的社會經驗 他們的愛護你 會給你很好的意見 在這麼珍貴的 值得今天的業年裡 我提醒 我們正要邁向青春期的 國小畢業生 請立定你的志向 請踏實的努力 然後在過程中 遇到分享 遇到諮詢 請找你的家長 你的師長 你的兄姐 接受他們的建議 請記住 你這番努力 就會在事後 你回到國安 像你的師長分享 他們會以你為榮 會說 你是一個 國家 社會 跟母校 為榮的國民 這麼沉重 深遠的話 讓 國小畢業生來人聽 是因為 我們期望很大 那不管你選擇的是 不是國科 還是其他的國種 那這一番劃 希望對你有深淵的影響 祝福所有的同學們 也祝福我們旅會的會議 感謝師長 你們對學生的培養 我們會很努力的接話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 張家長 我們就放棄的把孩子交給你們 就麻煩你們 這樣子 不管的話 地方好好好 家長 最後 我們的家長 歡迎 林偉招代表 所有的家長 來 歡迎各位同學 鼻鼻鼻鼻鼻 我們最後掌聲歡迎 各位家長 各位小朋友 各位來賓 六年底的老師們 大家好 祝福美長長 其實我很期待這個朋友 因為我覺得 我不是貴賓 因為我也是家人 我也是小朋友 那我在這裡 簡單幾句話 因為我希望孩子 你們一定要繼續 在我帶著 我也看過好幾千位學生 我希望生能不斷在總結裡 有沒有聽過阿翰症狀 有沒有看過 搶救雷恩大陸 裡面有一個很有名很有名的影星 叫做湯姆坦克 他最近在天下人的一個名單 他寫 就是要你們自己掌握自己的方向 不要向 恐懼立頭 這好像有點難 說他怎麼叫不要向恐懼立頭 他如果往信心的方向運動 其實就像 張家國講的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你們會 有些人 他可能只有大學畢業 武裝畢業 高中畢業 他卻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昨天我一直告訴我 因為他在拿那個畫畫 那我就畫了一小車子 畫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他很嗨 因為他喜歡畫畫 結果我就說你繼續畫很好 他跟我說 我班上有一個同學 他上面都一直寫文章 他說他跟我說 他就變成作家 我今天很高興 我覺得你們其實以為說 你們要勇敢去做夢 往你自己懂的地方 會的地方 強的地方 好好去努力 這點非常非常重要 我也在此 要特別提醒各位家長 我希望在未來 準備迈入七星島這個階段 到七點這個階段 你們要 能夠盡量幫忙孩子們 找到自己人生的小方向 健健變成一個大方向 我覺得這點是未來 我們要面對未來 各種挑戰 最好的路 因為我已經看過太多 太多孩子 即使 學歷非常非常高 可是出來 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覺得那很可憐 而且很浪費資源 那我希望孩子們 你們要不斷 你以後你英文強 你音樂強 你體力強 你母親心去強 那都很好 我各位分享一個小朋友故事 以前十二國小的一個小朋友 超級愛 去足球 成績也不好 那結果 那結果 反正一路去足球 也不錯 那 他也算得自己心情都很快樂 滴滴滴滴滴 最後他就當十月軍人 當十月軍人也很好 那也很好 結果咧 他超級愛收集 可口可樂的東西 可口可樂很多小的正品 非常非常多 他平常就非常非常愛收集這個東西 而且非常有心情 而且很專門研究 有一天他突然在法律上 談到一件事情 有一個維莎 七十幾歲 臥死了 那個維莎 收集了四十年以來可口可樂的東西 後繼迎人 因為他的兒子並不喜歡這個 也沒有洗清這個 然後他兒子跟女人 就把他這個事情的 一間專門的整個收藏 全部丟到網路上面說 看有沒有人要做這件事情 結果我那個學生 他就去跟他接手這間店 在台北 一家可口可樂的那些正品的壯飯店 他覺得他就是他的可口可樂就是他的夢想 他也剛好也繼承了這個佛利桑的夢想 所以他很快樂 撞不撞錢可能是自帶有結果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學 你在平常的日記夜裡 你平常做的任何事情 我希望你們要不斷去挖掘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家長也希望能夠盡量支持孩子所做的決定 那未來的路還要長久 那我講的也有點久 但是最後我還是花最後一分鐘 有同學來問我說 未來上被提說 唯學日益 唯道日主是什麼意思 你看發言有業種都打開 不是那個便宜都打開 剛剛校長有解釋 我的咧 有些人就 這學的好像太深奧了 唯學日益 每天都一直增加東西 知識的東西每天都一直在增加 永遠去都不玩 可是唯道日筍 筍不是筍害 不是學了到底就變壞了 不是這樣 唯道日筍的意思是說 你學許很多人生的道理 包括你自己發覺很多道理 很多東西你要被劃到你的身體裡面 到你的行為裡面 你可能媽媽說 你這個要很有禮貌 第一你要急功 第二你要做真好 第三你要怎樣 請問你做這件好事的時候 你平常會記得嗎 不會 因為你已經內化了 你本來養成一種好的習慣 變成一個成功的習慣 變成一個成功的慣性 以後你就成功了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了解這個八個字的真理 那最後我希望各位會來真的 你要勇敢去做夢 真的 你但是要去做文藝啊 我還是 Nike上面的符號不知道是寫什麼 我沒有聽Nike拿廣告的 但是Nike上面有寫英文符號 有誰告訴我 Nike那個符號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Nike寫個符號寫英文字叫什麼 Just do it 就說就是去做 就是去做 不要帶他去想你永遠都很大 好不好 就用最多的這段免費 各位同學 謝謝各位同學